有鑑於110年10月 高雄城中城大火釀成重大死傷 南山人獸特別推出了 微型火災不便被用險 並由南山人獸慈善基金會 捐贈給新如縣中低收入戶 將有6000多未符合資格的民眾 在不用負擔任何保費的情況下 獲得保障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總共有6653位受惠 加入我們微型火災不便險的行列 讓他們不用繳保費就享有福利 真的代表洋文科縣長 特別感謝我們南山基金會 所有的夥伴 加會我們所有的新竹縣民 由於重大傷亡事件的發生 發現許多獨居長輩 失智 生長 還有經濟弱勢的民眾 連日常生活都成問題 無力顧及保險保障 也因此催生了財產保險衛星保單 火災保險 從發生之後到勘驗到女朋友 這個時間是非常長的 但是我們在現場看到很多的受災戶 當天她就沒有房子住了 當天她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她也不知道何去何從 也不知道誰可以幫助她 所以我們就發想說 除了人生意外三十萬的保險 有沒有可能提供給中心收入戶 這種不便的保險 馬上補免給她 不要這麼多判院 馬上都要度過前幾天 最危機 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保險廢品配付給她 這項保障只要符合三項要素 就能勤領到八千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給付兩次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身份符合 也就是新竹縣 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或的縣民都符合 第二個呢 是在居住處所發生意外事故 那居住處所呢 不僅限於自己的自有的房舍 也包含了租賃的一個處所 都是在範圍之內 第三個呢 就是遭受火災意外事故呢 有損失 那這裡的火災意外事故呢 也不僅限於是在居住處所之內 那也包括像是淋屋呢 火災 然後呢延燒到居住處所 或者是說呢 為了撲滅鄰居的一個火災 那由於呢 水線的影響而遭受損失的話呢 都是在我們的保障範圍之內 南山仁壽慈善基金會捐贈 微型火災不變費用險 新竹縣市第二個縣市 中低收入戶民眾有了這項保障 不僅能在急難時 及時發揮作用 也能讓中低收入戶維持基本生活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